记者林家东新北报导 新北市瑞芳南亚及圣福六号渔船 今天清晨五点使进南亚渔港前 船舶撞击绿灯塔销拨快侧翻 经海巡雨消防员抢救 落海十名船员中酒获救一失踪 六十顿级瑞芳南亚渔港及圣福六号渔船 43岁船长阳宗庆 昨天下午2点向南亚渔港报官出台补白带鱼 杨宗庆带包括一名中国籍 一名菲律宾籍 两名印尼籍 五名越南籍 共九名外籍鱼工出海作业 盛船今天清晨返港时 南亚渔港守望少士兵王胜宏发现船舶 在上午5点26分撞上南亚渔港绿灯塔销拨快 随即被大浪打翻 王赶紧通报新北消防局与队员协助 将陆海船员救起空勤总队直升机也投入救援 由于时至退潮 海巡官兵冒着十几阵风跟时间赛跑 抢救九名陆海船员 菲律宾及飞机29岁 克里斯则失踪海巡持续搜救中